为了推动花东两地的艺术创作 美学馆办理的2016年花东原创生活节 精彩可骑 走一趟文化走廊 就可以欣赏得到两地艺术家的精彩作品 2016花东原创生活节 其实是第二届的办理 那办理的特色就是 其实我们是用文化生活圈的方式来做呈现 花东有非常多的艺术家 那我们觉得每一个地方 虽然都是在花东 可是在海边的在山上 其实它有呈现不同的样貌 所以我们邀请艺术家来做不同的展现 那这次花东原创生活节已经接近尾声了 我们活动一季办理到11月16号 那这个礼拜在台东生活美学馆 是有一些精彩的活动为各位做呈现 那在展览的部分 我们会一直持续到11月16号 那11月29跟30有一些特别的安排 那在文化百老的文化百老会的部分 有水晶莹 舞蹈团 楚音 还有法蒙斯乐团 还有一个小团体 乐团为各位做呈现 每个在礼拜六跟礼拜天的下午三点钟开始 就陆续为各位来做表演 那在礼拜六29号的下午三点钟 还有我们林淑芬老师会做冉芝的创作的发表 一连串精彩的活动 欢迎各位朋友来到台东生活美学馆 一起来体会2016花东原创生活节的魅力 本周末也将在美学馆有精彩的表演节目 还有市集巡礼 另外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在现场报名 体验DIY活动 这个周末假期不妨可以前往现场来走走 东台宣布正会有在台东市的采访报道